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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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們講完了 continuous 跟 discontinuity 之間的區別 以及他的理論的特色之後 我們下面要講第三種理論 這第三種理論 我把它取名叫 theories of theories of 這些理論是個體跟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理論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Vygotsky 請大家看 97 耶 你看到一張非常年輕的照片 Vygotsky 是一個俄國人 他在1896年出生 跟我們非常早會小天才的Piaget 是同年生的 可是Piaget到1980年代才過世 Vygotsky 只活了38歲 他到1934年就過世了 但是他的理論卻 對現在的很多的心理學裡面 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教育界也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叫Vygotsky 的理論 叫做 Social Cultural Cognitive Theory 或是叫做 Social Historical Cognitive Theory 或是叫做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請你看到書本上的96頁 會看到一個黑體字 在倒數第二段 的第一行 叫做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是社會建構的取向 我剛剛也說 他的理論也可以叫 Social Cultural Theory 也可以叫Social Historical Theory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們去看Vygotsky 的理論 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Social Interaction 是社會互動 意思就是說 當他在講認知發展的時候 他把社會互動看在一個 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覺得說 在Social Interaction 裡面 會有一個Skilled Tutor 有一個非常有技巧 有能力的一個教學者 而且是一個Tutor 是一個專屬教學者 然後這個專屬教學者 會給這個個體的東西 是在這個文化 在這個文化底下特定的東西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Piaget認為 每個孩子的發展過程 是類似的 是Sensory Motile 然後Pre-Operational 等等這樣子進行 而且他所舉的例子 都跟學校教育很有關 比如說動物多還是狗多 比如說對於conservation的概念 比如說後來的鐘擺 天秤等等的舉例等等 所以Piaget比較在乎的是 一些科學概念的發展 對物理世界的看法的發展 可是Vygotsky認為說 每一個人的認知發展 都是特別的 都是跟他的文化結合的 在菜場裡面 賣菜的孩子 他的數學是跟買賣之間結合的 如果這個孩子 是一個家裡做陶器的 那麼他在塑陶的過程中 他也可以學到一些認知上面 比如說他去做一些陶土的比例 或是陶土的一些技術 其實都會用到不同的認知 而這些特定的 apprenticeship 他說這些特定的apprenticeship apprenticeship其實是專業的意思 那你如果真的去翻字典的話 他應該會把它翻成什麼工匠技術之類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孩子他 要在認知上發展的時候 社會互動對他很重要 而這個社會互動會跟著 他所面臨的文化的特性 或是他的整個環境裡面的特性 而去了解某一些特定的領域 專業 然後從這些特定領域裡面 發展出他的認知來 所以他覺得整個的過程 是一個apprenticeship 的傳承 是一個師徒工匠的傳承 這個老師就像一個 tutor 一樣 去教這個孩子 那請你再翻到 96 頁的時候 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圖 有一個重要的字 叫做 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的簡寫 叫做 ZPD Zone 是區塊 區域 Proximal 是近端的 Proximity 是臨近近端的 Development 是發展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翻成 那個近端發展區域 什麼叫做近端發展區域 我們用 兩個概念去講這件事情 一個就是工匠技術 另外一個叫做 Scaffolding 我們講完這兩個技術 這兩件事以及 ZPD 之後再下課 什麼叫做 Scaffolding 這個東西 事實上翻成櫻架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櫻架嗎 我小時候 沒有什麼鋼架 只有櫻架 就是如果颱風天的時候 電視廣播都會說 請大家 如果在蓋房子的時候 趕快把櫻架收起來 以前蓋房子的時候 都是先用 竹條 綁成一塊一塊的 然後架在那個 正在蓋的樓房的旁邊 以免這個蓋的樓房的那些 磚塊啊 或者水泥啊 掉落下來去 砸到行人 可是特色就是 你蓋一樓的時候 你的櫻架要建到二樓 蓋二樓的時候 櫻架要建到三樓 原因為什麼呢 就是要怕 你蓋到三樓的時候 如果你的櫻架 就是你蓋到二樓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先把 三樓的櫻架保護好的話 那就很容易三樓就是 會出一些危機 這樣子等等 所以總是 你的預備 總是要 找一步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你如果有一個 Skill Tilter 你有一個工匠 你有一個學徒的時候 當你要指導這個孩子的時候 你要先幫他把 旁邊的保護 保護守護的櫻架蓋好 而且想像他等一下 就會進步到這麼高 所以你先在旁邊守護起來 所以 ZPD 的意思 就是一個老師 看到孩子的潛力有多高 幫他把那個環境 設定好 讓他有這個發展的空間 叫做 ZPD 所以你看到 Zone Approximal Development 我們叫它 Lower Limit 跟 Upper Limit Upper Limit 是小孩子的 可能發展的 Potential Lower Limit 是小孩子 現在到的程度 所以 ZPD 是從 Lower Limit 到 Upper Limit 中間的 這個範圍 叫做 ZPD 意思就是說 這個工匠已經看到 你的 Potential 有多高了 但是你的 Actual Development 可能指到 Lower Limit 所以 ZPD 可以做一個公式 就是 Potential 減掉 Actual Development 就叫做 ZPD 今天上到這邊 下課 Continuity 跟 Discontinuity 到底他們在 很多不同的面向上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請你回去想一想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挑戰的話 歡迎來跟我講 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理論 其實並沒有像我 所寫的那樣 它是屬於哪一種性質的話 歡迎你來找我 我們可以談一談 我在談完了 連續的理論 跟不連續的理論之後 給大家的第三種理論 是關於 Individual Context Interaction 的理論 然後第一個理論 我們談到了 Vygotsky 這個只活了 三十八歲的偉大的心理學家 我們說他的理論叫做 Social Constructive Approach 用建構這個字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在談 Piaget 的時候 我們說 Piaget 他對人的設想 他對人的基本設定 是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 Active Constructivist 是一個主動去建構他的世界觀的人 那在主動建構的過程中 他除了用他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去有某一種已經達到的能力 讓他可以透過經驗而去建構這個世界之外 他自己是會 Generate 一個 越來越 Abstract 越來越抽象 可是越來越能夠解釋 更大範圍的世界狀況 物理狀況的一個 對世界的看法 所以我們說 從這樣子的更大範圍的 對於世界狀況的一個抽象的 原則性的對世界的了解 就是一個孩子從 Sensory Motile Stage 一直轉換到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一個過程 他能夠解釋的事情 解釋的這個物理現象 會越來越廣闊 而越來越原則性 那這是 Piaget 的講法 可是這邊在 Vygotsky 我們也談到了 Constructivist 我們卻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說 這是因為文明社會 或者是孩子所在的社會 一個特定的 Cultural Context 底下 那在這個 Cultural Context 底下 因為他跟 Apprenticeship 他跟他的師父 之間的 Social Interaction 而讓他去了解到 他周圍的世界怎麼樣運作 那透過這些運作跟互動 慢慢的他去了解到 一些認知上面的能力的改變 不是他自己了解到認知能力改變 而是說他慢慢的認知能力有所改變 那我在上次課堂的最後最後 跟大家提到 Apprenticeship 跟 Scaffolding 那我說音價 Scaffolding 事實上就像一個老師 他不但可以去認定這個孩子 目前的 Actual Development 我們叫他 Lower Limit 或者叫他 Actual Development 那他不但能夠認定 孩子目前的實力 還可以去思考 他所營造出來的一個環境 是可以讓孩子怎麼樣 很快的達到下一步 那這個下一步就是 在他營造的環境裡面 孩子有機會發展出來的能力 我們叫他 在課本上叫做 Upper Limit 那我們叫他 Potential Development 在你們的筆記上 我有告訴你們 這個 Potential Development 就是他有潛力到達的程度 我們說這個 ZPD 的概念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其實所謂的 近端發展區域 就是把 Potential Development 減掉 Actual Development 把你的潛力 減掉你實際上 現有的能力之後 所有的 所在的那個範圍 我們稱他為 ZPD 那這個其實在教育界 用的非常多 從這個 ZPD 的概念 去思考說一個老師 他怎麼樣營造一個環境 是可以讓孩子能夠發展出 比他現在還要稍微高一點的能力 那這就是他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以營造出來的潛力 比如說你看一個小 Baby 你常常會看到一個小 Baby 他要抓一個東西 他可能還不會完全會爬 但是他用他的這個腹部 在地上扭的時候 那爸爸媽媽會把一個玩具 放在他前面 手夠不到的地方 可是那個距離很短 好 那這個距離很短 可是他手夠不到 那孩子就必須想辦法用這個 他的腹部肌肉 匍匐前進 那在這個過程中去刺激這個孩子 往前走動的這個動機的時候 也期望在這個過程中 孩子會突然在他的肌肉 與身體跟環境的互動之下 能夠慢慢地 忽然發現他可以撐得起來 然後用爬的 而不是用匍匐蠕動的方式 而去抓到那個玩具 所以父母親在做這件事情 就給他一個稍微高一點的標準 給他一個稍微比他目前的潛力 高一點的目標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思考孩子的 ZPD 在哪裡 然後從這個孩子 可能已經開始 可以從匍匐 變成真正的爬行的 這個考量當中 給孩子一個機會 讓他去把他的 Potential Development 讓我們實踐出來 那我們在平常 在比如說做很多的課業上 或是教學上 都可以去利用這個方法 能夠激發同學們 應該 馬上快要達到的那個潛能 好 這是 ZPD 那我還要再講兩個事情呢 其實一個是上次已經講過的 但是 Apprenticeship 除了跟 Scaffolding 之外 他其實也跟 語言有關 Vygotsky 這個人 是把認知發展 的動力 跟語言有非常密切的結合的 他覺得任何一個老師 在想要教這個孩子的時候 任何一個工匠 他想要教這個學徒的時候 他必須用很多的 verbal instruction 我們甚至就是說 他把他的技術 他把他的想法 一定要verbalized 一定要想辦法 說成口述的一些口訣 那麼透過這些口訣 孩子才有可能 先把他變成自己的口訣 然後呢 甚至去附送這些口訣 那附送這些口訣呢 Vygotsky 給了一個名詞 叫做 Private Speech 孩子剛剛開始學到了那個 老工匠的一些技術的時候 他可能會開始要去重複 老工匠的一些做法 一些步驟 老工匠把他verbalized 把他說出來之後的這些口訣 孩子可能剛剛開始的時候 是也跟著講出來 然後去做他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可是慢慢的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一個 Private Speech 就孩子慢慢在 在內在 就是私語 私密的語言 或內在的語言 慢慢就 就不必真的講出來了 然後接著慢慢的 這些老工匠給的東西呢 就會internalized 然後Vygotsky 甚至說 你的 thinking 你的思考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一步一步從語言 慢慢變成私語 從私語慢慢 internalized 然後最後變成了 孩子的這個思考模式 好 那 所以 這個Vygotsky 覺得到孩子差不多兩歲以後 語言這條線 跟認知這條線 就慢慢結合起來 merge 起來 變成一條線 然後語言跟思考之間是 密不可分的 可是對Piaget 來講 Piaget 並沒有把語言看這麼重要 那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以前 上上個禮拜 或上個禮拜在講Piaget 的時候 曾經給了大家一個字 叫做 egocentric 叫做自我中心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 孩子在小的時候 尤其在 pre-operational state 的時候 孕思前期 前孕思期的時候 孩子們呢 事實上 他會 因為只看到 one dimension 所以他有的時候會 有很多很多的自我中心 那時候我們就會講說 比如說孩子在幼稚園裡面 你看兩個孩子幼稚園的對話 兩個人明明就是 明明的就是在這邊玩同樣的遊戲 可是一個小孩就說 我覺得這個積木呢 應該把它搭高一點 那我喜歡紅色的積木 然後另外一個小孩子呢 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去一個朋友家玩 他們家好漂亮喔 那個家具的顏色也好特殊喔 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小孩又take turns 又開始講說 那這個玩具呢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子拼才好 那小孩又繼續講另外一件事 就他們兩個好像有對話 可是你仔細去聽 他們是 egocentric speech 是自我中心語言 所以對 Piaget 來講 這些 verbal 的表達 或是 private speech 其實只是孩子的 egocentric 的一個 凸顯出來的一個表現的現象而已 可是對 Vygotsky 不這麼想 他覺得他其實是在孩子的生活中 是有一個功用的 而且慢慢會跟思考 跟認知發展結合的 好 那我要講這個的原因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同時 apprenticeship 跟 language 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前面之前我們講的 Vygotsky 覺得 social interaction 的重要性 Vygotsky 覺得 那個老工匠的重要性 然後老工匠 其實是受過 透過語言 來能夠把他的 很多的概念 傳達給孩子 然後 孩子慢慢 內化 變成自己的 那 Vygotsky 也講了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跟各位的生活呢 就很有關了 他用了 tutoring 這個字 那我想大家最熟悉的 這個 tutoring 的意思就是家教 所謂 tutoring 的意思 其實是一個 一個專家 跟一個新手的結合 當一個專家 把他過去 在學一個技術 在學一個知識的過程 能夠看著這個 novice 看著這個現在還是新手的人 他的 現在的 potential development 以及現在的 actual development 那他就回想到說 這就跟我過去 在學習一個新的知識的時候 所經歷的那個 那個瓶頸 所經歷的那個障礙 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就透過我過去的經驗 然後幫助這個人 然後看到他現在已經 得到了什麼樣的知識水準了 而他希望下一步 他應該下一步 往哪個知識水準走 我記得我當初一直都沒有頓悟這件事情 可是有一天 當我算了一題數學 或是 看了一個原理之後呢 我突然就對這件事情有所了解了 那所以我就把這件事情也 交給我的家教學生 然後他就突然懂了 如果說你有這樣子的經歷的話 事實上就是一個 expert 他在使用 ZPD 的方法 來教這個人 讓這個人能夠學會 那所以我們會說 家教 大學生家教是了不起的 為什麼 因為你們剛剛經過國中高中階段 所以你們對於你們的學習歷程 你們當初遇到的瓶頸 事實上有非常深刻的體悟 而且你還記得 你可能比那個站在講台上的老師 對於一個學生可能遇到的困難 還因為有一些個人經驗而記憶猶行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當一個 apprenticeship 裡面的 tutor 其實是蠻好的 你可以把這樣子的 這個過程很快的就捕捉到 他的 ZPD 在哪裡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我們叫他 reciprocal learning reciprocal 當然是互相的意思 相互嘛 叫做 reciprocal reciprocal learning 跟 reciprocal teaching 最容易看到的例子就是小組討論 那麼在小組討論之中 大家互相激勵 你的好的地方 跟另外一個人的優勢 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你們互相之間把自己有的優勢 去交給對方 那看到對方在某一個狀況底下有瓶頸 那透過互相的學習 而讓這個相互之間精進 所以從這個 Vygotsky 的理論呢 最常看到的一些 應用 除了 tutoring 之外 就是這個 reciprocal teaching 跟 reciprocal learning 這個過程 就是同學之間 小組的過程 兩邊都會互相能夠獲得其益 那我們大致介紹了 Vygotsky 之後 我下面要做的是 就是稍微對 Vygotsky 的理論 做一些批評 那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理論呢 第一個 就是他其實沒有一個 雖然我們說他是一個發展理論 但是我們其實並沒有像一些理論一樣 可以看得到一個孩子發展的一個過程 他沒有一個 developmental sequence 他並沒有在 對於發展的接續發展的過程 有一個特定的描述 他沒有常模 因為他特別覺得是 cultural specific 是 context specific 每個孩子在不同的空間 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情境中成長 那他們的發展過程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沒有一個 developmental sequence 的概念 這是一個對 Vygotsky 的批評 然後另外一個批評呢 就是 Vygotsky 的理論裡面 完全沒有講到生物的特性 就是我們的 maturation 比如說 Piaget 講 maturation Eriksson 講人的生理發展要與 文明社會的特色結合 弗洛伊德雖然他講的那套 libido 的 流轉 在身體的不同的部位流轉 似乎看起來 不一定是有生理基礎 但是你仔細去想 人也的確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需要去面對的一些生理上的問題 所以像這些理論 或是甚至是那些行為學派 那些行為學派 什麼東西可以變成 reward 什麼東西可以變成 reinforcement 什麼東西可以變成 punishment 比如說電擊 我們大家都害怕 比如說食物 大家都喜歡 等等 這些都是有 biological basis 的 但是 Vygotsky 是 前面我講的所有的理論裡面 最沒有談到生物性的一個理論 所以大家也會懷疑說 發展真的跟一些生物的基礎 生理基礎沒有關係嗎 所以這也是一個對他的批評 那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工匠的意義 學徒 師徒制的意義 或者是 expert 專家的意義 是真的對孩子好還是不好 因為從 Vygotsky 的整體的理論來看 我們都知道說 他的每一步的 孩子每一步的發展 都跟 social interaction 有關 那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老師 這個工匠 其實是要在旁邊 陪著孩子一起成長的 但是有時候大家就會懷疑說 那真的孩子的每一個發展 都是需要靠別人的 support 才能夠進步嗎 如果說我們這麼積極的 緊密的跟在孩子旁邊 隨時去注意他的 actual development 到哪裡 隨時去注意他的潛力到哪裡 隨時要替他營造這個環境 是不是有過度保護的嫌疑 所以這也是對 Vygotsky 的一些批評 但是我們無可否認的 其實在很多時候 他在教育界 還是有很多的 教育的理論 或是教育的方法 教學的方法 是受到 Vygotsky 的啟發 而能夠有現在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一個樣貌 下面我們要講第二個 其實也是屬於 individual context interaction 的理論 這個理論請你翻到 二十九頁的下面 你看到一個 title 叫做 ecological theory 它是叫做一個生態理論 ecologic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所謂這個生態理論 你看看這個生態圖 生態圖在三十頁的左上角 這個人叫做 Uri Brofenbrenner Uri 他的 first name 你就看到覺得 嗯 好特別喔 好像很少看到一個 美國名字是 Uri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俄國人 他是一個俄國移民 他小時候事實上是 被父母親 帶到美國去的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 美國本土的學者 好 那 我為什麼要特別他提他是俄國人呢 你去看他的生態理論 就很像你小時候可能玩過的俄國娃娃 你有沒有玩過俄國娃娃 俄國娃娃是不是 小娃娃裡面套了一個中娃娃 中娃娃裡面套了一個大娃娃 然後一直套一直套一直套 好多好多層 有沒有玩過那個 好 那個就是俄國遊戲嘛 俄國人很喜歡就是做這樣子的手工 然後賣到全世界去 那這個 ecological theory 也是這樣子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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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像那個俄國娃娃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幾層 第一層在中間那個 比較紫色紅色的那個部分 我們叫做 the individual 他覺得每一個人的成長的生態的環境 生態的系統的最核心的那一層 當然是個體本身 個體自己 然後比如說個體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比如說他的年齡 他的性別 他的健康狀況 他的 IQ 他的氣質等等 都在最核心的這個生態理論的 這個最中心點 然後第二層叫做 micro system 叫做微系統 所謂的微系統就是 跟這個 individual 直接有互動 直接可能影響這個個體的一些 一些機構 或者是一些人物 比如說你看到家庭 學校 他的同儕 他的 health service 他的小兒科醫生 或者他的 neighborhood play area 就是他在 鄰居附近社區裡面的 遊戲的空間 以及遊戲的人物 church group 他比如說學校去參加 很多的教堂活動 主日學 查經班等等 這些都是直接會跟孩子互動的 我們叫他 micro system 第三層比較特別 第三層不是 micro system 外面的那一層 第三層叫做 meso system 什麼叫做 meso system 其實是指的是這些 micro system 裡面每一個單位 他們之間的互相的互動 把孩子 包在中間 好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我記得以前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住在那個學校裡面的 marital housing 然後那個 marital housing 裡面呢就是 旁邊全部都是住家 然後中間就是一個大院子 然後院子裡面就有很多 小朋友的 遊戲區 有很多的郵具 那你就會看到 到了下午 小朋友放學回來以後呢 就各家的小孩子都跑到那個 遊戲區裡面去玩耍 然後玩一玩呢 就會發現說 孩子們 突然都不見了 怎麼樣不見法呢 就是尤其是如果是 那個華人的話 或是韓國人的話 你會看到什麼 就是你去注意到那個 marital housing裡面的 每一個unit 突然一下你會發現 在某一家的門口 出現了一大堆銅鞋 就是小朋友突然 有一個人 有一個什麼遊戲機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東西 突然就說 欸來我們家 然後孩子們 全部都衝去那個家了 然後就門口放了一大堆鞋 孩子們在裡面玩 然後 然後玩玩玩玩 以後呢 就會發現過一下呢 這家媽媽就開始 準備食物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過一下孩子們 就有另外一個想法說 哎呀我忘了一樣東西 可是我家有個更好玩的 我們去哪一家好不好 大家就提議說 欸那我家就在你家隔壁 然後當他們還在 起心動念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這個媽媽已經動作了 媽媽就開始打電話 就張太太家 李太太家 什麼誰人家 就打電話去說 誰誰誰他們要來囉 什麼什麼等等喔 然後那家媽媽 然後呢就開始把家裡的那個 細細索索的小東西趕快收好 然後會 對打翻的東西趕快收好 然後呢 孩子們就突然想 進去了 咦 奇怪 怎麼水果點心都放在客廳桌上了 他們就覺得這世界上有一種神奇的力量 然後 怎麼會 就是這個媽媽媽媽媽之間呢 打通了關係之後呢 就是孩子們去一個地方 他馬上覺得被保護 然後 而且哪一家孩子做了壞事 爸爸媽媽之間互相通報 就不動聲色的說 聽說今天在學校裡面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要不要來講一下啊 你是不是在學校裡面罵同學啊 你是不是講得粗話啊 你是不是動手打人啊 你是不是把學校裡面 不應該帶的圍禁品 帶到學校去了 怎麼呢 因為他的好朋友回家講了 這個媽媽馬上通報了 然後老師偷偷通報了 那孩子們就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 世界上為什麼有這種神奇的力量 大人會把我包在中間 然後我有一股 monitor 的力量 好 那如果說一個孩子 他的四周的所有的 醫生 就是社區的父母親 爸爸媽媽 老師等等所有的人 他們連成一氣 不要說沆瀣一氣好了 就是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孩子是在一個被保護的空間裡面 能夠被 monitor 也能夠在互相 就是大人之間 或是機構之間的互相幫忙底下 而知道一個孩子怎麼樣的成長是最好的 所以所謂的 meso system 其實是告訴你說 一個孩子的成長 絕對不是單一的家庭 一定是一個全體的 所有的生態環境裡面 所有的人的共同的努力 可以讓他健康成長 我們看這種 domestic violence 看這種 有家暴的家庭的特色 通常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家人不太跟鄰居社區來往 他們家的門窗總是關得緊緊的 你總是不知道這家人在做什麼 他們跟別人的關係是比較疏遠的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等等 所以就是 很有趣的 就是當一個孩子的 四周的整個的環境是比較開放 是比較有聯繫的 這個 meso system 是比較健康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孩子健康的成長 而如果某一些特定的 unit 有大問題的時候 你往往就真的看到這個 meso system 沒有在作用 因為大家就是這些人物 這些爸爸媽媽 這些老師什麼 他們不願意 reach out 所以這個聯繫就少了 那孩子被保護的力量就少了 那孩子那個 就是這個不是真的 這是我自己講 就是孩子神奇的覺得 這個世界上的大人 都是有神力的能力 就是的感覺 也就少了 所以這是 meso system 在下一層叫做 exo system 才是真正的 micro system 的下面 就是他不直接影響小孩 可是他會影響 跟小孩子直接有關的 這些人物 這些單位的 比如說 我們看到這邊有寫著 家裡的朋友 父母親的朋友 然後媒體 媒體可能影響的是父母親 或者是社會福利機構 或者是一些執法機構 一些學校的 school district 學校的區域 像這些東西 像這些社區等等 不直接跟小孩子有互動 但是問題是說孩子 他的 micro system 卻直接受到這些環境的影響 所以我們叫他外系統 叫做 exo system 那 exo system 在外面一層 就是更外面的系統 我們叫他 macro system 巨系統 那這個 macro system 就包括一些更大範圍的東西 比如說宗教 比如說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 比如說意識形態 那這些東西更抽象 更大 可是我們所有的 exo system 跟 micro system 都被包在這樣的意識形態 這樣的宗教環境 這樣的一個情境裡面 所以我們叫他 macro system 好 那 Brothenbrenner 原來最初的理論是平面的 但是他後來 接著就發展出了一個 立體的理論 所以你會看到另外一個立體的軸 叫做 chrono system chronological 是時間的 這個接續的意思 chrono system 那所謂這個時間的系統 chrono system 的意思 就是一個人 他所佔的位置 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 有一個時間序列 而他所佔的位置 也他的社會 他的生態系統 外在的這些 micro system macro system 也有一個歷史的 時間性在裡面 所以不論是講個人成長的時間 或者是個人所在的生態環境的 這個時間上的改變 都是屬於這個 chrono system 所以孩子的生態系統裡面 也包括整個世界的潮流 整個歷史的發展 以及自己過去的個人生命史 都屬於這個 chrono system 裡面的一環 你可以看到Brothenbrenner 對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所以當他在研究 就孩子的時候 也把這些不同的情境 已經脈絡 放在他的理論裡面 好 這是第二個 人跟環境 人跟情境互動的理論 第三個理論 我們要講的是 所謂的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theory 這個可能沒有一個特定的理論 它只是一個 approach 它只是一個 我們從演化 來解釋 人類發展現象的一個理論 尤其是 我們特別會講青少年時期 我們先講163頁好了 163頁已經到性別發展的那一章了 可是你在163頁到164頁 163頁下面叫做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gender 然後164頁是有一些說明 所謂的evolutionary theory 去看人的發展 我們先講講性別差異好了 我們都知道 一般來說 男生對球類運動的喜好 平均來說 男生對球類運動的喜好 多於女生 一般來說 我特別強調一般來說 女生比較喜歡逛街 一般來說的 impression 女生比較喜歡聊天 比較會聊天 好 那女生聊天呢 也許他會講一些八卦 也許會講一些 最近在什麼地方呢 有什麼樣的東西在sale 然後呢 現在在網路上面呢 可能就是說 大家也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搜尋的一些狀況 好 那我們就會問男生為什麼比較喜歡球類運動 女生特別喜歡聊這些東西 比較喜歡逛街 我們覺得他可能是有一些演化上的survival value 因為從演化上來講 過去的男生可能是 他比較是家裡負責把食物帶回家的人 因為他是負責把食物帶回家的人 所以他必須要比較知道怎麼樣戰鬥 比較能夠把獵物帶回家 那在戰鬥的過程之中 他必須要很快的去轉換他的注意力 他的行動要比較敏捷 好 那這些行動敏捷 注意力轉換 然後去把這個球馬上要怎麼樣 投到一個籃子裡面 籃裡面去 或是要怎麼樣把他打到一個地方 這些能力 其實都在反應他在演化上 在他幾千萬年前 他的祖先在做的事情 女生來講 他的主要功能是養育下一代 所以他懷孕生產之後 他就待在同一個地方 也許是一個山洞裡面 那孩子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可能生病 可能怎麼樣 然後呢 家裡可能需要水 需要食物 需要溫暖 需要孩子生病了 需要照顧 所以女生需要很多很多的resource 他怎麼樣得到resource 一方面是他不斷的蒐集 不斷的儲存 另外一方面他就是透過information collection 就是透過很多的資訊 比如說那個水源在那邊最近不錯 那邊果子 那邊有蜂蜜 有蜂巢 可以採蜂蜜 當你有這些資訊的時候 如果可以透過別人的嘴巴裡面 告訴你的話 你可以省很多自己去找 找尋這些資源的時間 所以我們說女生喜歡聊天 事實上他是有功能的 因為負責幫他找到很多的resource 女生喜歡收集東西 喜歡就是出去草原裡面走走 就是這邊草藥也抓一點 那邊的水也抓一點 這邊的果子也抓一點 他去買東西 其實問題是 因為家就是需要有這麼多 備而不用 讓媽媽可以臨危不亂的資源 儲存在家裡 所以你如果去看這一點的話 他這個sexual difference在講的 就是可能就是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我們都知道 evolutionary 的theory 最重要的講的就是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物盡天則逝者生存 那我們就來看看人類發展 是怎麼樣的情形 讓我們今天 我們這些人 我們都演化到今天這個地步 而有一些我們自己的特色 人類的特色 請你翻到七十二頁 我一個一個告訴你們 第一個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我們在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在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人有一個什麼樣的特色呢 第一個特色 我們叫他extended juvenile period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對很多小動物來說 他們很早很早 就會爬 會站 會走 會觅食 然後很快的就性成熟 可是對人類來說 這個過程一直到性成熟 一直到青少年 是一段很長的過程 那為什麼人類的演化 會把人這麼慢熟 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人類是一個複雜的動物 所以當你越慢熟的話 你有越多的時間 在能力上 去發展很多技巧 你不必這麼早就結婚生孩子 去養育下一代 有這麼多責任 當你沒有責任的時候 你可以有充裕的時間 去發展你自己的技巧 去面對人類社會比較繁雜的 這些要求 然後呢 你的性晚熟 其實也讓你的腦部發育有時間 那我們 講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會開始講腦部發育 讓你的腦部發育 比較有時間去 讓他整個成熟之後 你的性能力才完整 然後你才能夠去生子 那這些都是 他給我們很多時間 去讓我們的腦部發育 讓我們的技巧 技能的發展 有一些時間與空間 去把它完整地完成 而讓這些孩子 到了青少年期以後 慢慢地能夠面對 人類更複雜的世界 這是第一點 就是 人類的特色是有一個 非常長的未成熟期 第二點 我們要說的 是 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能力是特別adaptive at a specific age 這個at a specific age 當然不是說 是某一個特定的年紀的哪一歲 而是at a specific lifetime 一個life course 裡面有一個at a specific time 人類的演化裡面有一些特色 比如說 性成熟 青春期 在一個特別的時間點 或者是說你都會發現 我們上次有講過小baby特別可愛 頭 額頭特別高 然後眼睛特別大 就是現在眼睛再小的人 你去看 你當初小時候小baby的照片 你都會發現你小時候的眼睛比較大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動物行為學派的學者 叫做Laurence 他後來得了諾貝爾獎 Laurence 就有一個理論 他說小baby 不論是人類 不論是星星 不論是任何的小狗小貓 你去看 牠們都特別可愛 這個長相可愛 事實上是一個adaptive value 因為小baby 通常都沒有自我照顧的能力 所以牠長得特別可愛 是為了讓大人去照顧牠 所以這也是一個adaptive as a specific point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 就是人類的發育 人類的發展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比如說心理學系的同學都知道 認知發展 語言發展 數學能力的數字的發展 空間能力的發展 音樂就是對於曲調的能力的發展 我們可以講成各式各樣不同的發展 如果你記得Piaget 所講的話 Piaget 的理論覺得人類只有一種schema 這種schema 隨著他 在biological readiness 底下 跟環境的經驗的互動 而慢慢慢慢的 reorganize 而慢慢的上升 所以從Piaget 的角度來講 他覺得人類發展是top down 是從上到下的 是人的一個基模 而決定了所有他的基本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Piaget 的理論的時候 我畫了一個這樣子的圖 對不對 這個階段的發展圖 然後我說到了每一個發展 會有一個plato 會有一個平原期 所謂的平原期的意思 我們講得更深刻一點 是說在這個發展階段 一個孩子在每一個domain 不同的能力上面 都達到一個相同的水準 因為他是由同一個發展的schema 所決定的 好 這是Piaget 的理論 所以Piaget 的理論不是domain specific 可是後來的學者 這個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呢 事實上是在Piaget 之後 才慢慢風行起來的 那現代很多的發展心理學家 就不這麼認為 他們覺得發展 可能有Piaget 講的那些 stage 說不定有 但是他是 domain specific 他是在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模組上面 就發展的模組上面 他有不同發展的速度 所以當你看一個孩子 在某個年齡層的時候 他可能在某一個能力上 他已經發展得很高了 可是另外一個能力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而某一個能力 在某一段時間發展得很快速 另外一個能力 在這段時間卻是停滯的 那他覺得這些 每一個人 就是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 會認為 人的發展是 每一個主題 都有他自己的 這個特定的一個模組 而這個模組中間 他們是 independent 等等不一定是同樣 top down 來決定這個孩子的發展狀況的 那如果你是心理系的話 如果你在認知發展 有沒有心理系的同學記得 這個名詞 有沒有看過 有 助教點頭 就叫考進台大心理系研究所的 什麼叫 core knowledge model 就是現代的 認知發展的學者 他們會用 core knowledge model 來認定孩子的發展的 一些基本的 哲學背景 那這個基本的哲學背景 你如果去深究 這個 core knowledge model 在講些什麼呢 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 重要的看法 就是他們覺得發展是 domain specific 不是像 Piaget 講的 sensory motor stage 什麼什麼 那個 top down 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是 第三個我要講的 講到第三個嗎 Domain specific modules 然後第四個 我要講的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其實就是 biological potential 他用這個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的意思 就是 所謂所有的生理發展 所有的生理的演化 都是給一個個體 他特定的潛力 所以演化呢 人類演化是人類演化 就是人類 as a whole 就是一個大大的族群 可是當你面對不同的環境 的要求的時候 因為你有同樣的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你卻會跟環境互動 而衍生出不同的結果出來 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人類的演化 給你的生理的配備 是非常有彈性的 有彈性到一個 你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或是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你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特性出來 所以演化上面講這個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我們隨便來舉個例子好了 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考取台大的人的基因 是什麼樣的基因呢 就是一些 也許你很早就瞭解解茄莉略在幹什麼 也許你很早就瞭解這個光束的意義 也許你那個一聽佛洛伊德就蠻懂的 對不對 好 也許你是這種人 你想想看你如果跟茄莉略一樣 他在幾千年前是什麼樣一個人 在一個幾千年前的農業社會 或者是那個 就是 歐洲的城堡 比如說你要出去獵 那個森林裡面打獵 然後帶著食物回來養全家 然後我們茄莉略就整天坐在教堂前面看天體 他的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跟著他的那個環境的互動 以及他自己的個人的一些經驗或怎樣 他就是整天坐在教堂裡面看天體 看星星不是生產被人嫌棄 說不定他就是這種人 可是你看看 他不過是千萬人的形態中的一種 演化來的基因裡面的人類的這個variety 容許的variety裡面 茄莉略就是當初的那種 可是他現在可能是 很多很多人都記得了 好幾百年的一個人物 所以你們這種人跟茄莉略 可能稍微有點像的這種人 在二十一世紀 卻有了別人沒有的優勢 那些種花種草 永遠都長起來的那些 有綠手指的人 可能在現今社會中沒有這麼多的優勢 而你卻有了 這是什麼 就是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不同一個文化 不同的 secular trend 不同的這個世界潮流底下 人的基因的彈性非常的廣闊 而在不同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找一個 fit yourself 或是fit你的族群 或是什麼 可能就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 這不過是一個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的一個 很好的幸運的一個結果 那可是人類的基因其實是 需要百種千種 才能夠不斷的適應新的環境 新的社會以及新的這個演化狀況的 好 那講到這邊以後呢 就是我剛剛其實 告訴大家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一定要跟環境一起結合之後 才會看到 一個族群一個人的發展結果 第五個要講的就是說 你過去 所 evolve 的這些 mechanism 就是因為人類的演化 事實上 我們只是在人類演化中的一小點 你雖然看現在科技進步 一日千里 十年就是一代 然後就是 每個人的成長過程的 cohort 差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其實 在整個的演化歷史上來說 只是非常小的一粒 連米粒都不如的一個 一個小灰塵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過去的 就是你在過去可能是一個 非常adaptive 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在現代社會卻不是那麼adaptive adaptive in the past is not necessarily adaptive nowadays 第一個例子 你都知道艾斯基摩的狗啦 那個狗有什麼特色 就是他 看到肉 看到食物 看到脂肪的時候 那狗的那個 那種狗 就是在天寒地洞的北極的狗 他可以吃非常非常多 他食量非常非常大 可是他吃完這一頓以後 他可以好幾天都不吃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食物難求 一個動物來了 就是一個獵殺的一個大動物來了之後 你要趕快把他吃完 不然他就腐朽了 不然就收掉了 就腐爛了 然後吃了可能會生病了 人類也是一樣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所以人類有個特色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吃油的東西 那麼喜歡吃炸的東西 越是high calorie 越是甜的那種東西 為什麼人越喜歡 那是一個演化來的結果 當你有營養可以吸收的時候 你一定要趕快吸收 因為你的祖先知道 營養不是 營養不是這麼好求的 所以我們看到那種食物 我們都非常非常歡喜 然後會吃很多 會吃太多 可是在現今社會 那個東西不是那麼難了 然後你每天都有這麼多食物 所以造成你的肥胖 所以肥胖事實上 是一個演化來的疾病 那再來 另外一個 跟這個課比較有關的呢 我們是講這個 ADHD 的小孩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 注意力 缺乏 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過動 disorder 急患 注意力 缺乏 過動 急患 這種 ADHD 的小孩 他其實說不定也有演化功能 其實美國有個學者 他在做什麼 他跑到博物館裡面去 去挑那個印第安人 在那博物館裡面的 那個剩下的 DNA 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理論 他的想法是 就說這些印第安人呢 travel 就是 又過那個 那叫什麼白令海峽 對不對 在從北極那邊過去 然後就是 這個整個的分佈 他覺得這種 特別有 特別有拓荒者 能力的這些族群 他們說不定當初都是 ADHD 因為他可以在 快速的在森林 在危急的地方中行進 而他非常 adaptive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注意力可以一直換 然後就是 target on something 然後這個東西馬上解決 馬上要換 這樣他不然他才不會被 什麼哪邊跑來這個響尾蛇吃掉 或者是哪邊又出來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 他在一個非常非常快的 轉換注意力的能力裡面 那我們都知道很多 ADHD 的小孩 其實很聰明 他其實 IQ 很高 但是問題是 他就是沒有辦法專注 說不定 他那個沒有辦法專注這麼久 一直坐在那邊 唸一顆 唸幾個鐘頭 然後 或者是說上課上一個鐘頭 他都不會起來動的這種人 他其實在那個世界裡 他是特別有演化的能力 特別有 advantage 特別有演化上的優勢 而讓他能夠生存下來的 所以我們會說 什麼是 adaptive 這是一個相對名詞 他是 context specific 只是人都有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但是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你在哪一個 potentiality 多一點少一點 讓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境裡面 會發光發熱 好 以上是我們對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theory 講的一些內容 那下一節課我會花一點時間 跟你們講講青少年 青少年 現代的青少年 在這個演化心理學裡面的地位是什麼 這節課開始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去看看青少年 在演化心理學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認識青少年 那我想可以做的一件事 是我們先去看說 現代的社會 到底給了青少年什麼樣的限制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男生 青少年時期 從演化上面來講 他可能是應該學著 跟部落的長老 學習怎麼去打獵 怎麼去做體力的勞動 然後能夠讓家庭生活裡面 這個民生的問題 可以得到完滿的解決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青少年 不只在台灣 在世界各地都一樣 因為我們講過的 所謂的知識經濟 這個knowledge economics 知識經濟 然後這個專業的經濟 讓青少年必須花大量的時間 坐在教室裡面 去學 去了解很多新的technology 也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度 也限制了他們的 體力上面的活動 那體能上面活動的減少 讓青少年坐在教室裡面 其實很糟的一件事 不只是這跟他們演化上面 給他們的配備 以及在某一個特定的發展時間點上 我們認為是adaptive 的東西 就是剛剛講的演化性學 有一個point 是在某一個時間點上 我們說小baby就是要長得可愛 而青少年時期 可能就是因為他體力很好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練習 然後面對未來的世界 可是現在他沒有練習的機會 他坐在教室裡面 而他在那個時間點 可能還沒有學會怎麼樣專注 尤其對男生來說 可能在發展上 也是有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造成他 sense of control 他的控制感 自我控制感 覺得他可以控制他自己 控制他所環繞的世界的能力 變得非常的低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挫折感 是非常低的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最應該關心的是 小男孩 在美國看到的現象就是那些 尤其是少數民族的男孩 從小因為家裡的資源不足 讓他更少有機會去面對 後來學校的世界 在台灣其實也一樣 如果說你家庭的關係 如果是弱勢 你沒有機會接觸以後的學校生活的 可能的一些面向的話 那其實你在學校裡面很早 就被放棄了 那這些early quitter 尤其是小男孩的early quitter 其實是各個社會 都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小男孩 為什麼在現代社會 這麼容易去quit 一方面當然是 男生需要面對演化的 準備期很長 比較長 因為男生要面對演化的準備期 可能會跟他的體力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在準備期比較長 他比較慢發育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男生的語言出來比較慢 什麼什麼比較慢 然後小時候 你那個很多女生 那個懶得多看幾眼的小男生 長大以後 突然非常強壯 非常高 非常有力氣 除此之外 他的認知發展 也突然小時候覺得 他功課爛爛的 怎麼就是呆呆的 然後怎麼樣到了國中高中以後 突然發現說他可以 考的分數比你高 那這都是就是 男生發展比較慢的一些現象 那小男生發展的慢 小女生呢 在現在這個社會又給了 又因為開放自由 給了他們很多的 自我選擇權 那小女生從小就有了自我選擇權 然後讓他們的安靜 更讓他們在學校裡面 容易發光發熱 這樣子兩相比較之下 我們發現很多的 early quitter 都是小男生 那其實可以從演化裡面 追問到一些原因 男生的演化過程 他們原來有的優勢 變成了劣勢 然後現在這個環境 又給了女生很多的優勢 那讓良性比起來 更讓小男生就是有可能 就是比不上 那這都是在現代的青少年 要會面對的問題 那我特別舉出這個 小男生小女生的差異 來提醒大家 那等到我們在講 學習動機這個部分的時候 等到 到了下半學期 我們講學習動機的時候 我們還會對小男生小女生的 課堂以及這個整個的狀況 再做一些描述 今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談 individual 跟 context interaction 底下 的所謂發展的理論有哪些 那我們講了 Vygotsky 講了 Brufenbrenner 的生態理論 然後最後又講了 演化心理學底下的發展的角度 那我們同時也可以去比較 Vygotsky 跟 Brufenbrenner 跟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的差別 那如果說我們去問 nature 跟 nurture 的話 我想 Vygotsky 是特別特別強調 nurture 的 因為他講 social interaction 講 apprenticeship 對不對 講文化 就是個體在文化裡面去建構 他自己的認知發展 那比較是屬於環境的 那 Brufenbrenner 當他在講 他的俄國娃娃的生態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所有 除了個體以外 外在的所有這些系統 從微系統到巨系統 其實都是跟 nurture 有關 是跟環境有關的 但是個體本身 他的發展 可能還是跟 maturation 跟他的 biological readiness 是有關 所以如果說我們 從 Brufenbrenner 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先天 或者是後天的經驗 都是對個體的發展有影響 那如果從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去看的話 那我們會看到的是 演化心理學當然會講到 生理發展 可是演化心理學不斷地告訴我們 biological potentiality 事實上是跟 個體或者是族群 存在的 context 存在的整個情境 或者在整個時代潮流下 存在的這個情境 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即使他是演化心理學 他也強調環境 經驗 與個體的生理的互動 所以他是 nature and nurture 都包括在裡面的 那如果談 continuity 或是 discontinuity 的話 那其實 Vygotsky 跟 Brufenbrenner 好像我沒有看到什麼 太多的論述 特別去講質變或量變 可是如果是從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去看的話 就是我們從 core knowledge model 從我們剛剛上節課講的 所謂的 domain specific module 的角度去看的話 那其實 core knowledge model 裡面 會談到 可能還是有階段論 但是只是這個階段論 不是一個 top down 不是從上到下 就決定了每個人只有一個 一種階段 而是在不同的 domain 就是不同的發展主題上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階段 那不一定是各個階段都平行的 那如果說從發展的里程碑來看的話 那 Vygotsky 跟 Brufenbrenner 沒有特別去講里程碑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講 對 Vygotsky 的批評的時候也講到 他沒有一個 sequential 就是 developmental sequence 沒有一個 sequence 去特別去講 他的發展里程碑 可是如果我們從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的話 我又提到 core knowledge model 了 信息的同學趕快去查清楚 那其實有可能是 也有階段論的 也可能是有階段的 就是特定的 module 特定的 某一個特定主題的模組裡面 也有可能還是有階段在裡面 那如果說去講 早期經驗或是晚期經驗的話 那 Brufenbrenner 有一個 chrono system 對不對 chrono system 那個立體 讓他的整個的理論 變成立體的狀態底下 其實他就是講個體的發展 在不同的時間點 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們會覺得 從 Brufenbrenner 的理論講 其實是 early experience 跟 late experience 都有意義 那從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來講 其實也是 因為早期經驗就是 因為他在特定的發展的 point 演化上有一個特定的意義 對不對 我們從小 baby 到青少年 都可能在不同的發展的階段 他有一個演化上的特定的 advantage 或是 disadvantage 所以我們覺得早期經驗 或是晚期經驗 可能對演化心理學來講 就是 剛剛演化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特別去講說 在個體的發展的不同時間點 都有一個可能演化上的特性 所以從生態理論 或者是從演化理論來講 可能都在乎早期經驗跟晚期經驗 可是 Vygotsky 可能比較在乎的是早期經驗 就是早期跟師傅之間的溝通啊 什麼等等的慢慢累積 所以可能早期經驗 對 Vygotsky 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他提到很多 比如說 thinking 跟 language 之間的關係 那也是早期經驗慢慢要 build up 那所以就是 Vygotsky 可能 比較在乎著早期經驗 好 那像這些理論裡面 到底他的 topic 在什麼地方呢 Vygotsky 因為講文化 所以你在不同的文化底下 你在不同的情境底下 你所捕捉到的發展的意義 其實是跟這個情境裡面 給你的意義有關 所以他是橫跨了不同的發展主題的 所以 Vygotsky 的理論 可能橫跨不同的發展主題 如果說是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演化心理學的話 那我們剛剛也講了 演化心理學有不同的 domain 不同的 module 那所以他也是橫跨了不同的主題的 可是 Brofenbrenner 講的生態理論呢 可能就是他比較在乎的是 跟社會情緒發展有關 Brofenbrenner 的理論 並沒有特別去講認知發展 所以我們會說他的理論 比較是跟性格發展 或是社會情緒發展 比較有關的內容 以上 我們花了好幾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了 去談發展的一些基本的理論 下面我們開始就會從特定的主題 去專門談青少年的發展 我們會從最基本的生理發展開始 然後講認知發展 然後一步一步走下去 那因為我們前面花很多時間在講發展的時候 我們談到 連續還是不連續 談到質變還是量變 那很多同學也在問 說 真的發展就是質變嗎 那真的是 你看到外在就是 孩子們真的就是突然之下 做了突然的改變嗎 還是其實他都是量變呢 我念了這麼久的發展心理學 我告訴你我的意見 這個意見不是從中 憑空放出來的 而是看了很多 尤其是現在認知發展的理論 以及新的對 Erickson 的 所謂的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 Theory 之後 那我其實喜歡用 醞釀與爆發來看這件事 這是純屬個人意見 就是我比較喜歡用醞釀與爆發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醞釀其實是自己的醞釀 也是環境的醞釀 就是有可能是因為私底下 就是像認知發展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新的理論 是說 私底下孩子們其實他的腦部不斷的在發育 然後他的經驗不斷的在累積 然後他其實是有連續性的 只是這些連續性並沒有在 你的行為上 或者是你的認知作業上面 馬上顯現出來差異 但是他還是在醞釀 他還是在發展 可是要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 你才比較容易看到外面的改變 而這個改變一下子突然爆發出來 你覺得是質變 但是其實 現在很多研究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量變的成分 所以這讓我想到 這好像中文裡面的那個成語的諺語 就是鴨子滑水 就是你在下面很容易地滑 但是大家看不到 就是你的腦部在發育 你在醞釀 你在蹲馬步 在練基本功 但是外面的人看不到 但是一旦一個人的潛力 能夠accumulate 到一個程度之後 那也許有一天他就爆發出來了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人生智慧 就是不要求盡力 盡力是說 最近的利益的盡力 就不要求盡力 就是你的潛力有多高多大 其實還是回去看你之前的準備有多紮實 然後你 如果說快要上研究所的同學 進了實驗室的同學 paper 一遍看不懂沒有關係 看兩遍看三遍 會越來越懂 這是我的經驗 真的 所以 你的準備是否紮實 然後你有沒有 足夠多的環境的歷練 不論是人際方面的 社會情緒方面的 或者是認知方面的 或是你的學術上的 或是你 你所有你將來要走的職場 或是你的發展 其實都跟你 過去的歷練有關 那這些歷練就是讓你open-minded 然後去尋找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 願意吃苦 願意磨練自己 那我想這些東西都會醞釀成未來的一些發展 那這是 我們講到這麼多質變量變發展的研究 我覺得好像可以給大家 帶來的一個take-home message 其實是這樣子的